假设某天的汇率为30.8元新台币兑换1美元 如果想要兑换成美元X元 需要缴交新台币Y元 请问第一小题Y值衡为X值的多少倍 好我们先回到题目上来看一下题目给的资讯 题目跟我们说某天的汇率 如果是30.8元新台币 它可以兑换到1美元 好那这里美元是用X这个位置数来代表 新台币是用Y这个位置数来代表 好那第一小题它要求的是Y是X的多少倍 所以我就用Y去除以X 我就可以得到第一小题的答案 那现在Y代表的是新台币嘛 所以这里是30.8 所以我这里就会等于30.8 去除以X代表的是美元 这里可以兑换到1美元 所以去除以1 我就可以得到30.8 所以第一小题的答案就会是30.8倍 好接下来第二小题 Y与X的关系是为何 从刚刚第一小题呢 我们知道Y横为X的30.8倍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成Y会等于30.8去乘上X 所以它的关系式就是Y等于30.8X 好第三个小题 Y和X是否成正比 那我们就来想一想 正比的关系式是什么 我们说过只要满足Y等于KX 这个关系式的话 我们就说Y跟X就成正比 那我们就到第二小题来观察一下 第二小题的关系式是Y等于30.8X 我们发现到这个30.8就是我们 这个关系式里面的K嘛 所以这一题的关系式 它是满足Y等于KX这样子正比的关系式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Y和X 乘正比